大家好 I use Mandarin I use Mandarin 我以前当然学过 但是那时候我比较忙 所以没有听到老师讲 怎么样静坐的好处 像今天我像各位一样 专心听到的这个讯息 但在这个以前 我有听小平师姐跟我说 最好的 治愈你自己的身体毛病的方法 就是静坐 那我就回家试试看 因为我这个受伤 我曾经 好像在一秒钟之间 这个地很滑 这个尾椎打到 打到这个水泥地上 半秒钟就打下去了 整个人就是昏倒下去 然后我爬到我隔壁的人家里去求救 结果在他家的时候我昏倒 真的昏倒 结果他就吓死了 他去打电话叫救护车 然后救护车来的时候 他就一面在那里哭 他们问他说 那个人到底怎样了 不知道不晓得怎么样了 因为我还没有醒来 后来我听到他在哭 我手就给他这样 他就没有哭了 我是醒的 后来救护车来的就带我去医院去检查 那所以自从那个以后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 很多的经验 不知道怎么样治疗他 所以现在就有很多后遗症 旁边这个天气一直下雨的时候 这里都会痛 旁边都会痛 所以我就用了小平时节的方法 就是尽量找时间进座 做雨铁的时候 或者是晚上喜好早睡 比如说在床上 天上坐一下 然后呢 再睡 可是呢 这样子连续大概一个礼拜以后 发现睡下去的时候 这个脚很痛 非常的痛 他会就是这样好像脏 然后痛 我想怎么办呢 不管他 我就睡觉 然后第二天起来 他就不痛了 所以有很多时候呢 就是你要耐心的 做多几次以后 让他的病症慢慢发出来 他才会变得比较好 就是要有耐心一点 May I use English? So have you already translated? Ok fine So I'll say the second witness 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也是一个翻译 我做的是 就是说帮难民 特别是帮难民朋友们做翻译 那我们知道 这些难民朋友呢 他们都是 毕竟千辛万苦 在这个人舌集团的控制下来到英国 所以呢 经过很多心理上 身体上的伤 所以当他们有小孩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 stress 他们的忧郁 会使得这个小孩 出生的小孩 不太会讲话 讲话言语不好 然后走路什么 也可能有时候有问题 但是特别是讲话 讲话就很不好 所以呢 就有一个这样的难民呢 他的那个儿子被定为是自闭症 所以呢 他非常的忧心 那我就趁着他来做心理治疗的时候呢 我就帮他的儿子做 所以我的手就这样一直对着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在旁边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我的手就对着他 想就对着他 然后第一次 第一天他的儿子来的时候 就非常的不听话 因为玩这个 要玩哪个 到处不想要坐在哪里 然后我就这样对着他 第二次 大概两个礼拜以后 他再回来的时候 这个儿子怎么样呢 他自己会来拿我的手 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头上 他会自己这样做 然后他的表情呢 那个医生就说好很多 他会到处跑开 他会坐在那里 他会坐靠近医生 他不会乱来 然后他会坐在那里 让我手放在那里 假如说我的手不小心放低一点 他就会把我翻高一点 所以他开始变得很coordinated 就是比较能够 对不起啊 所以他就比较能够 再继续 所以他就比较能够 能够调理他自己的这个情绪啊 还有他自己要做的东西了 这就是两个见证 谢谢大家